回到新聞現場 來關心最新消息 在下午三點半 臺州市消防局接獲通報 在南區復興路三段 有一棟大樓 傳出大火 農農烈焰 不斷地從大樓的高處 竄了出來 也把附近民眾嚇了好大一跳 消防單位出動一個大隊 和五個分隊 火速趕到現場救援 所幸很快就把火勢 控制下來了 也在半個小時內 把火勢撲滅 經過調查 沒有任何人受傷受困 而初步也研判 可能是空調設備的 冷卻水塔起火燃燒 損失大約是五萬元 只不過怎麼會燒了起來 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